1988年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去世 消息传来举国搬腾 无数人欢欣鼓舞 觉得两岸统一指日可待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听闻消息的邓公却不惜反忧 还说他死得太早了 晚两年去世更好 周围的人全都是一头雾水 可邓公接下来的话 却足见他的高瞻远瞩 那么邓公所说有何深意呢 在这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1981年经过谨慎的考虑 邓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修缮蒋世之前在浙江的住所和墓园 并将相关照片秘密送往蒋经国手中 对于当时警方的两岸关系而言 邓公的举动无疑是个表明 友好态度的信号弹 解放战争末期 在解放军的强势进攻下 蒋介石率领家族退守台湾 自此以大陆分庭抗礼 彼此间敌对态度强烈 为了勇绝后患 毛主席曾准备攻打台湾 将国民党派系彻底消灭 但因为种种原因 毛主席的计划并未成功 这让蒋介石趁机在台湾站稳了脚坑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意识到台湾不可强攻 所以为了保护人民的幸福安定 在依法释放国民党战犯的同时 全国人大还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 以此来表明修好态度 但遗憾的是 在蒋介石的受益下 继承复位的蒋经国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共派 为了表明自己的敌对态度 蒋经国甚至还发布了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副使刑满释放 准备回到台湾的国民党将领 自尽谢罪 特别是在毛主席离世后 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就成了岛中央面对的一大难关 在这样的局势下 曾为蒋经国同学的邓公挺身而出 根据对蒋经国的了解 邓公表示 蒋经国或许也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仍有弹劾的可能 就这样 利用蒋氏家族的思乡之情 邓公派人休憩蒋氏旧居 以此来打开蒋经国的新门 或许是邓公不断的沟通 有了成效 在收到休憩照片后 蒋经国的态度大为松动 开始表露出了两岸统一的意象 随着邓公一国两制思想的逐渐成熟 当时的台湾问题也有了极大的进展 在中间人廖承志的牵线下 1982年 两岸在中断交往30年后 首次公开对话 僵持关系逐步松动 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互通的大环境下 台湾的娱乐也开始缓和 两岸走向和平统一 迎来了新局面 考虑到邓公已退去二线 自己的身体也不太乐观 经过慎重考虑后 蒋经国决定抛下成见 开始极力促成两岸的和平进程 1986年 李光耀访台时 蒋经国甚至还公开表示 台湾和大陆终须统一 这让当时的党中央十分欣慰 但遗憾的是 正当两岸关系达到最关键的弹劾时刻时 蒋经国却重病卧床 在不久后并骤然离世 轰轰烈烈的两岸交流 被迫来到了冰点 在听到蒋经国离世的消息后 邓公十分悲痛 并遗憾表示 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在邓公看来 蒋介石执政足有34年 在这期间 两岸关系无法弹劾 对立情绪明显 而在蒋经国在任的十年时间里 两岸关系却迎来重大进步 于情于理 蒋经国的去世都十分可惜 在他的大力推动下 台湾大陆和平统一 本来会焕发出更大的价值 虽然历史事实不容更改 但如果蒋经国能晚两年去世 台湾与大陆的和平 必将迎来新的局面 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看 蒋经国的去世 既是蒋氏家族的悲哀 也是新中国的一大遗憾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留言 下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